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谓全清朝野 历史第一人 我们化回大明天启元年 四月的一天清晨 在紫禁城公里公外 一片热闹响和的气氛当中呢 极为身穿蟒袍 平日里气定神险的礼部大臣 个个面尘如水 手脚冰凉 甚至还有些微微颤抖 倒不是因为这早晨凉气重 冷的发抖 是下的发抖 你说这啥事能让礼部大臣们 这么惶恐呢 皇帝丢了 这一天 整个紫禁城人头团动 紧急招战 四处都养育着 庄重的气氛 这可是整个国家的大日子 皇上娶媳妇 自古以来 皇上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媳妇多 不过能让整个王朝 都隆重对待的 只有这一次 大明刚刚继位的 第十五位皇帝 明熙宗朱有孝 策立皇后张燕 明媒正娶的大媳妇 皇宫内外张灯结彩 仪式现场 人山人海 所有的物件 全都有朝中的重臣准备 不敢有一丝的插持 所有人都知道 哪怕一丁点查错 那就是提前告别 咱们美好的阳间了 就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 即将来临之际 皇上不见了 那几个白发苍苍的内阁大臣 急得跟三尊子似的 赶紧去皇上 坐牧宫的地儿 去找不找去啊 咱们众所周知 这明熙宗朱有孝 有一个名垂千世的兴趣爱好 就是当梦想 几个小裁剑 绝望的摇摇头 看来已经早就找过了 没找到啊 御书房找没找啊 说这话的大臣 这话一出就自善而光 这咱们家皇上干啥都行 读书 连奏章都要别人念 还经常听都听不明白 急着就大耳瞪小眼的 等了片刻 终于有人说出了那句 大家心智肚明 却谁也不愿意提起的话 实在不行 去凤圣夫人宫中看看 这种人脸色一变 他都没说啥 牵着小手 要去一起去 这位凤圣夫人 何许人也 此人姓且 河北定星县人 原名且映月 名还挺好听 还有一名叫且巴巴 是皇帝诸佑校的奶娘 一众人来到宫殿外 只见几个小太贤 守在殿外 焦头劲儿 调笑打闹 见到大臣们来了之后 赶紧上前啊 那一位礼部大臣 就轻声地问道 皇上安在 小太太连忙地跪倒 圣人与夫人商讨 婚典礼仪之事 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 这花音未落呢 一阵女人嘶喊声 就从宫墙内传出了 所有人身子都一紧啊 内声明 白转千回 风轮迭起 就像春日夜半的 猫咪般 撩人心魄 宫内正中央 放着帷幕的巨大床 她能够至少十人 同时休息 不过去显得轻盈灵动 而且这雕梁花柱 也绝美异常 据说这张床 是由朱佑校亲自 为奶娘且巴巴制作的 坚固无比 还可以折叠推行 理论也还方便 此时的床上呢 重视朱佑校和且巴巴 这样你说皇帝和自己的奶娘 理应是主奴关系 再往事里说 由哺乳之恩 可那毕竟也是长辈啊 而且且巴巴比小皇帝 就总大了18岁 此时已经34了 你说这怎么还能 落牛吃嫩草呢 不是 你说这皇上 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可是啊 这年龄的宏都丝毫 不妨碍两人相爱的激情 这34岁的且巴巴 容貌绞好身材火辣 而且需求旺盛 最关键是 他从没有宫中女子的那些 礼仪教条啊 端庄书呀 为了让皇帝更爱自己 从皇帝少年时期就开始 喂一道叫 烹龙卵菜 龙卵呢 就是马慎的部分 还命令这民间厨师 用龙卵做了一道特别的菜 这道菜的味道是真好识 虽然我也没识过 不过小皇帝是连声称赞 再加上他这些赤裸裸的欲望 从不加以掩饰 千般风行万种技巧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这从小被归日束缚的住校 根本就经不起这般诱惑呀 更何况奶娘在他心里面 那就是天一样的存在 正因如此 这位木匠皇帝刚已即位 有功的文武大臣先靠边站 先册封奶娘且音乐 为凤圣夫人 那是一刻也离不开呀 那周游孝怀抱着奶娘 正在休息呢 小太监就急踪踪地跑来说道 皇上大婚及时将至 内阁和礼部 各位大人前来催促 周游孝铁嘴 不好意思地看一眼怀中的齐爸爸 奶娘 我可是听你话 大婚前咱们好好欢爱一番 这下我便要去了 再不去 大臣们该讲闲话了 被齐爸爸欲指 在周游孝胸膛前轻轻一划 拨开自己额前凌乱的头发 轻哼一声 那便去吧 你可需要真与那小妮子成了夫妻 忘了奶娘我呀 周游孝倾笑地摇头 那如何使得 所以这才让人穿衣 跟随一众大婚前去参加自己的婚礼 你说这奶娘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本领呢 咱们先来扒吧 她适合来头 这位勾魂舍破的奶娘 齐爸爸 原本是定性献一个叫猴二的流氓之旗 两口子受不了耕田行伤的这种苦 于是就做起了暗娼 这暗娼是啥呢 你们就得自己去科普了 此处不宜多说 那后来猴二跟人家打架 被人打死了 齐爸爸就眼瞅着没了生计 正好听说东宫里面招奶娘 自己不是刚生了一个儿子吗 甩手就把儿子丢给了娘家 然后就上东宫应聘去了 那一年呢 齐爸爸才18岁 容貌绝美 生意甜蜜 人情恋打 最关键的是 身材凝实有质 看着就舒服 负责选拔的这太监 一眼就看中了她 就把她领进宫了 成了当时皇太子的儿子 朱游孝的奶娘 只要说当时朱游孝的情况呢 咱们得先说说她爹 她爹就是明光宗周常禄 当时还是万历皇帝的太子 这大哥一生简直太坎坷了 生下来就不受她爹喜 还经历了史上著名的挺基案 反正就是一步一个梗头 这才当然皇帝 一直身陷 权力斗争也无法自拔 所以根本就没功夫管儿子 朱游孝就在东宫的偏僻角落 孤单且提前吊胆地长大 她娘还早死 所以这唯一的依靠 就是身边这位奶娘 所以朱游孝从小就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这位比自己大18岁的 性感奶娘 岁月如梭 眼看十来年过去了 朱游孝就从婴儿长成了 12、13岁的少年 身体各方面也开始成熟了 再加上天天被喂着吃马肾 是吧 可她对其他任何女性都没啥感觉 就唯独想和自己的奶娘起巴巴 发生点啥 这起巴巴嘛 原本就是个欲求非常旺盛的人 朱游孝也不是外人 所以俩就这么着 一拍即合 从此关爱不止 感情也越来越好 朱游孝16岁这年 她爹病死了 她当上了皇帝 从此齐巴巴的地位 那是青云直上 稳如泰山 当你说人家俩人再怎么 也无所谓 对吧 可齐巴巴的逐渐掌权呢 为整个有名一朝 推开了走向灭亡的大门 这是因为 齐巴巴的另一位聘头 大太监 魏忠贤 魏忠贤主管闭熟了嘛 魏大哥因为滥赌 把亲闺女输了 然后老婆跟别人跑了 一生气自宫了 脾气也忒大 然后就改名叫李靖忠 准备进宫当太监 就没想到那年代 当太监也得海选啊 因为李靖忠年纪稍微大了点 22岁了 也没钱找关系 就也没能如愿 从此就在北京各个寺庙里面 去混饭吃 终于有一天遇到贵人了 那金人介绍 这才进宫当上了太监 负责啥呢 宝洁 也在当时算是 最没前途的一个公众 可天无绝人之路啊 李靖忠千方百计的 巴结上司 有一个机会 这当时的东宫大太监 名叫王安 这大哥有一位亲信 名叫魏巢 李靖忠就打听魏巢有啥喜好 结果发现魏巢 正在追求东宫的一位奶娘 名叫齐巴巴 就经常送魏巢一些胭脂啊 水粉啊 就由魏巢去转送给齐巴巴 齐巴巴本来就浪荡呀 这么着就同意成为魏巢的对食 那魏巢也很感谢李靖忠 于是就开始提携他嘛 李靖忠也要抱魏巢这个大腿嘛 于是就说 大哥我感谢你 我跟你姓嘛 于是就干脆又改回了自己原来的姓 姓魏 他再让追求孝给他赐名忠贤 魏忠贤是怎么感谢这位大哥的呢 聪明的魏忠贤 在接近了这群人之后呢 一眼就看清了整个人际关系王 这忠心所在呢 其实并不是他的上司魏巢 更不是大太监王安 而是那个叫浅巴巴的女人 你说这将来一旦追求孝机会 这女人才是真正的大腿啊 于是乎 魏忠贤就送了大哥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你不要感谢 你说这个魏忠贤一没值为二没钱 你说他怎么勾搭的且巴巴呢 这个太简单了 你知道且巴巴喜欢啥吧 自古财迷练金银 下一句是什么 浪女爱流氓啊 传说太监 魏忠贤有个惊天的大秘密 就是当年自攻的 手术不太彻底 还保留了一定的男性能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 魏忠贤当年当流氓的时候吧 学得了一身颠暖捣缝的功夫 于是就凭着这个特长 非常轻松地俘虏了且巴巴的心 俩儿也是黑一拍即合 打得火热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 朱游孝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俩儿的关系 就这样呢 一心只想做目标的朱游孝 就把江山完全地交给了奶娘和导师 于是他二人从此便兴风作浪 一个因为争风吃错 严控后宫残害妃嫔 另一个把握朝政 过国殃米 成了万事唾骂的九千岁 直到天启七年 年仅二十三岁的朱游孝 小线是滑水吊水里 然后不好看病 服先药 并且身体早就被他奶娘掏空了嘛 于是干脆一咬牙一瞪眼 Over了 崇祯皇帝就处死了魏忠贤 以痴刑活活打死了 且巴巴 结束了这个女人的一生 其实且是的经验 在历代奶娘当中 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了 为了生计入宫 做了只有最底层穷苦人民 才愿意做的奶娘 还抛弃亲儿子 不过后来有记载说 他当权之后 也让自己的亲儿子 当了警卫统领 除了且巴巴 还有许多名流史册的皇帝奶娘 比如东汉安帝 封他的奶娘 王胜为野王军 顺帝封奶娘宋氏为山羊军 灵帝封奶娘赵氏为平氏军 唐忠宗 封奶娘平氏为平氏军夫人 封另一位奶娘高氏为修国夫人 元朝时 士族封皇子 贱王的奶娘赵氏为幽国夫人 封奶娘的丈夫为姓国公 等等等等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还看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 关于奶娘的传闻 据传 康熙五十年 就是公元1711年的8月13号 雍亲王附近产下了千金 而同一天 这朝廷重臣 陈格老的夫人 生下了一大胖儿子 过了几天 这雍亲王就派人前来传话 请陈格老派人将儿子送到王府 让附近看看 和雍亲王关系末逆的陈格老 也没多想 就派小公子的奶娘 抱着去了王府 实际上奶娘回来之后 墙包里裹着的却是个女娃 酒精关场的陈格老 知道自己此时已经卷入了 皇家夺迪的漩涡当中 于是就赶紧刺关 带着全家老小 回到了浙江海宁乡下 不久之后 雍亲王传来密函 说让他们杀死那位 抱过孩子的乳娘 陈格老夫人也是很善良 并且也没有对奶娘下毒手 而是给了许多银两 让她藏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 当年被抱走的男女长大了 六次南下江南 多次来到了浙江海宁乡下 她来到了陈格老夫妇的墓前 让人用巨大的围杖 笼住了坟墓 然后在里面行了儿子的大礼 而后又千方百气地 找到奶娘的坟墓 花重金修缠一心 令人好生为户 这个男婴就是雍亲王的儿子 雍正皇帝的皇子 爱心觉罗红利 也就是乾隆皇帝 金鸥先生还根据这段传奇的记载 写了人生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见恩仇录》 我在翻学资料的时候 其实就非常好奇 你说这古代的贵族 为什么不让母亲亲自补育孩子 非要请奶娘呢 当然这里说的贵族 不只是皇族 看过《红楼梦》的 应该也都清楚 那里面有许多公子小姐 都有奶娘 甚至还不止一位 不过我自己也找了一下原因 跟主管们分享一下 当然你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还可以评论区跟我说 我觉得第一个 或许这孩子和母亲分离 可以使外戚 无法染指权力 或者是财富 因为俗话说 生恩不如养恩 孩子跟母亲 没有养育的联系 也就使得 母亲所在的家族 没有办法通过这孩子 来干扰 甚至抢占 原本属于父系的权利和财富 第二个 我觉得或许是 为了自身保养 因为古时候 这个保养的条件 指定是没有 现金科学这么完善 因为这一旦 一个女人奶了孩子 那胸部子令 不是小就是锤 这一旦身材走样了 意味着什么 失宠 你说这孩子 怎么在大开门 在皇宫里混日子呢 想到这儿 不禁默默地 为古时候的这些女性 悲哀残妙 不过朱元璋让后代子孙 必须找平民老百姓当奶娘 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觉得 虽然咱们富有天下 但也不能忘了体恤民间疾苦 一定牢记草根 虽然后来 这事情的发展 指定是 能把老朱气得在棺材里 做佛活生 那毕竟是初衷还是好的嘛 那今儿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儿了 这里是一条线索 一个故事的 脑洞大开竹 现在帮朱公子 一键三连加准发哦 主管们告辞不送 如果你对竹公子的视频 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新月哦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新月